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任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204日 今日经文段落 若有自然 如是则明自然新生 生灭新灭 此意生灭 无生灭者 明为自然 犹如世间 书相杂合成一体者 明合合性 会合合者 称本然性 本然非然 合合非合 合然距离 离合距非 此距方明 无序论法 经文致此 恭请教会法师 慈悲开示 诸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204日 我们来继续讨论阿南的这个问题 阿南的问题呢 他说啊 现在我们已经谈到 见到分 已经即将进入尾声 在傅罗纳问问题的时候呢 佛陀最后总结 三缘断固 三阴不深 则心中的眼若达多 狂心自歇 歇及菩提 那这件事情呢 就让阿南呢 这感觉啊 好像有一点点的 又回到以前的认识 知者因缘 较然明白 云何如来顿弃因缘 就是这个地方呢 佛陀讲三阴跟三缘呢 那的确是用因缘法来论述 这个狂性 那为什么如来现在要顿弃因缘呢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佛陀就讲啊 即如尘中眼若达多 他的因缘是怎么样子灭除的呢 他什么因缘 就是发狂的因缘 事实上发狂没有因缘啊 那不发狂的这个心呢 他的头啊 也不是自然而出啊 所以因缘跟自然呢 如果用眼若达多的这个头 跟他的狂来谈的话呢 就可以更清楚更明白 因此接下来呢 这一段呢 就是佛陀在讲 严若达多的头 是非因缘跟非自然 所以这一段呢 其实就是谈 如果头是自然的话呢 那怎么会有发狂呢 他一直都是自然的 那如果呢 头是因缘的话呢 那他应该是真的失去的头 所以呢 都不是自然或者是 也不是因缘 那这个狂这件事情呢 也是如此的 如果这个狂是自然的话 他就会一直狂 他并没有不狂之时 但是如果狂是有因缘的话 那他怎么会去 这个突然之间 要什么因缘让他不狂呢 那事实上呢 其实这个狂啊 也是没有来头 他既非因缘亦非自然 那这一段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波托他一直在讨论 这个因缘跟自然 这两个字 他强调什么 不管是你的物 或者是没有物 你认识的是哪一个角度 你是从头来认识自己 还是从狂来歇 那其实因缘跟自然 这两种观念 他都是细论 具为细论 事故我言身缘断故 即菩提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谈到 佛陀在讲 讲因缘法跟自然法的话呢 他其实还是细论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了解 那么什么是不细论 好 那所以呢 佛陀就讲啊 菩提心生 生灭心灭 这个还是生灭 灭身俱进 无功用道 就是我们用灭的方式 来生出菩提心 是错的 还是生灭哦 那甚至于呢 若有自然 就是如果我们讲 这个自然也是生出来的 就跟菩提心生一样 是自然心生 生灭心灭 这个还是生灭 那如果我们前面讲啊 你看菩提心生 生灭心灭 是不是 这个菩提心怎么生 菩提心不用生 因为如果菩提心有生的话 他还是一种生灭法 那再来呢 如果是自然的话 也是一样啊 如是则明自然心生 生灭心灭 此意生灭 这还是生灭 所以啊 表示我们不可以用生灭法 生灭的规则 来观察这念心 这个心呢 是不生不灭 所以如果我们讲 用生灭的方式 取得我们的菩提心 或者是他说 他是这个自然而生的 那么还是一种生灭法的论述 那如果我们用 那个生灭的相反 叫做不生灭 不生灭者名为自然 那么这样子的论述啊 他一样是一种相对法的论述 又如世间诸相 扎合成一体者 明合合性 那么非合合者 那么称本然性 所以他在讲什么呢 他其实就在讲 如果我们通常 通常啊 用生灭的方式去 去修不生灭 那这个就是用两方 两对的方式 落入两边的方式 来认识他 要么就是世间 要么就是出世间 现在呢 就是我们要修清静法 那什么叫清静 就是相对于 不清静就叫做清静 就是所有的都是脏的 那不脏的就是清静的 事实上呢 真正的清静啊 不是这样 清静是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不生不灭 但是我们一般呢 认为啊 就是不是自然 就是因缘的话呢 就很容易怎样 用生灭的方式 来认识这个自然 然后认识菩提心 那用不生不灭的方式呢 怎么不生不灭 就是相对于生灭 那就是不生不灭 这个还是一种生灭的方式 犹如世间诸相杂合 合合叫做合合 那不合合的呢 就是本然 那其实呢 这是什么 这一段呢 我们不要研究它 因为研究了之后 就被它的逻辑 好不容易了解的 原来这一段呢 佛陀是在讲 通通是错的 那我们不能这样子 去认识菩提心 也不能去认识 不生不灭的本体 那不管你是用自然 或者是因缘 它都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去认识实相 那没有办法真的认识实相 好那到底什么才是不戏论呢 因为以上呢 这一段的论述啊 都是细论 那佛陀在这一段呢 在讲如果我们觉得它是真理 它是究竟理 那么这样子论述出来的过程呢 它还是有它的矛盾 那这个矛盾呢 就证明它是细论之法 那所以最后这个结论很重要 什么叫做真的叫做无戏论法呢 就是这四句 本然非然 何何非何 何然距离 离何距非 是距方明无戏论法 好那这里呢 就是又回到前面的一个 离一切相 即一切法的观念 什么是自然呢 一个就是本然 就是指自然法 何何就是指因缘法 本然非然 就是讲啊 这个心啊 是本自其然 但是它非自然法 如果我们用自然 来认识这个心的话呢 它其实非自然 那它是不是因缘呢 也不是因缘 因为它不是和和 所以我们讲这个头啊 它是自然法吗 不是 那黄呢 它是因缘法吗 不是 那这两个呢 都不是 我们知道非自然 非因缘 但是如果呢 用相对的来看的话 那不是自然 那就是因缘 不是因缘 就是自然 前面阿南在问的时候 就是这样 佛陀一直讲非因非缘 所以呢 那是不是有变成 外道的自然了 其实也不对 那第三句呢 就讲 何然距离 那何就是指因缘法 这个何何 然就是本然 就是自然 何也好 然也好 距离 就是非因缘 非自然 那非因缘 非自然呢 可是有的人啊 又会执着一个非 因此呢 非也是非 好 离就是前面讲的 何然距离 这一句呢 也是非 那甚至于何 离 何 拒非 这里的何啊 是不离 的意思 就是急 一个叫不急 一个叫不离 那不管是离 也好 或者是急 也好 也都不对 叫做拒非 因此呢 我们就会看到 有四层的 除浅 第一层就是非自然 非因缘 第二层就是 非非自然 非非因缘 第三层就是 非非自然 因缘 非非不自然 因缘 那这叫做 四重的除浅 这样子的认识 实相呢 才叫做 无系论法 此句方明 无系论法 那可见呢 前面所说的呢 落入两边的论述啊 哎呀 有的 要么就是 自然心生 生灭 心灭 这个是生灭法 那不生不灭 那就是 没有 这个相对于生灭 就是正确吗 也不对 所以呢 这样子的论述啊 都还是站在 某一边 我们常常说啊 什么叫做世间 什么叫出世间 很多人以为啊 就是舍利一切 我通通都不要管 就是出世间 就是离 没有离啊 我们只是逃避境界 以为自己很亲近 那或者是呢 那有人觉得啊 哎呀 这个凡夫啊 很俗 很吵杂 很肮脏 所以呢 就觉得自己好像 应该要图一个安静 就远离成销 叫做安静 其实这还是 一种不离的状态 他没有彻底的离 他只是相对于 恶法 感觉好像自己 是另外一边 不管是此案也好 彼案也好 如果我们的学习啊 都是用这种方式 我今天来学佛 我就是要厌离娑婆 那厌离娑婆呢 我要去极乐世界 就到了彼岸 彼岸才是对的 此案才是 都是不对的 那其实啊 你这种观念 纵使你是在 亲近的这一边 你还是错的 因为没有此案 与彼岸的差别 没有好与坏的一种分别 没有对与错 因为我们只是站在我们的位置 那有的人呢 听到这个就说 那这样子就是 佛法里面 不要分别 不要分别呢 就是好人 我也觉得他是好 这是好人 是菩萨 坏人 他也是好人 这个不是 这叫做愚痴 你要能够呢 善能分别诸法相 他的确有不一样的样子 山是山 水是水 地水火风 都有不同的姿态 每一尊菩萨 也都有不一样的愿心 这形状是不一样啊 长相是不同 乃至于自己的心境也不一样 那特质都不同 那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 基本的认识 平等的这件事情上 是平等的 修行是平等的 人人皆可成佛 这件事情是平等的 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子去认识呢 你就会以为啊 那学佛就是不分别 不分别变成不变是非 连是非对错都不能够分辨呢 那其实呢 叫做愚痴 而不是真实的不分别 所以啊 这里讲到的这个戏论法呢 就是用什么 因缘或者是自然 那回到最前面呢 什么是因缘 就一切啊 人啊 就是被固定了 因为呢 我们有命运 这个讲命运的 就是一种因缘法 那没有命运 每个人都是被规定的宿命 叫做自然法 那不管是宿命论 或者是因缘 我要改造我的命运 其实呢 它都是因缘跟戏论 或者是自然 都是戏论 还是在一个 世间有为像当中 一种分别 乃至于对立 所以啊 这里讲到的戏论法呢 要相对于 究竟的不戏论法 来看 你才能够明白 佛陀这一段 他的论述 到底是在讲什么 但回到呢 阿南他的问题 其实佛陀就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 眼若达多 也认识了自己的 心当中的这种狂性啊 其实狂性呢 它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回到呢 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你认为眼若达多 到底有没有发疯呢 我们是眼若达多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 一直是众生 但是我们真的在轮回吗 如果你不是在轮回 为什么有轮回的现象 那如果我们不轮回 那我们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问大家 未曾生我 谁是我 生我之时 我是谁 长大成人方是我 何也朦胧又是谁 所以各位 我们要了解 自己到底是什么 这件事情 比任何的他人的事 非对错 或者是这个世界上 发生什么 天下大事 都还要来得重 中之重 所以不认识自己 我们群论他人的事 非对错 是戏论 所以我们要回到呢 自己的本然 你才能够真实的认识自己 好那这是今天的内容 来看看大家 有没有分享 或者是要问问题 我是孟平 因为我刚刚离大学 毕业没多久 所以我想分享一下 我在念大学的同一年 我抱持着 只想念书的目标就读 但因为是念佛教学系 其中有一门课 叫做佛教行词 这门课让所有本系生 最印象深刻 因为他才一学分 一学期却要做将近 三百多小时的食物 而且他还是必修课程之一 然后这门课 所以这门课就是逃不了 因为要解形病重 所以他要算在成绩里面 就是除了我们上课的 奖金说法 然后还要在座物上 解形这样子 然后让每个学生都深入体悟 其实连我自己 都会有一些排斥 因为我给自己设立 框架就是说 我只想要念书嘛 为什么我来念个大学 也要佛教仪轨啊 做些早晚课送 然后还要点作 星堂 香灯 打板 打法器 办法会 所有区域的大扫除 宿舍打扫 都要轮流直系 那时候对发心这个词 其实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那时候的生活老师 用发心这两个字的时候 对我来说就是情绪勒索 因为我只想念书嘛 我只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不过我自己也很惭愧 在念书的时候 在系学会人所不足在办活动的时候 我也没有能去协助 然后我也知道他们也都花好几个日夜 没睡觉在筹划活动 那时候内心就有一个小小的声音告诉自己 自己说 希望在未来或是毕业的时候 能多帮助他人就多帮忙 那当了妈妈之后呢 原本很排斥 很不愿意接受做这些事情的我 最后也不怎么排斥的 然后我就接受了 后来就开始想起说 大学那时候常常对自己讲的 扫地扫地扫心地 我不是在扫地 而是我在沉淀自己的内心 与自己独处 当我压力很大 或是很多烦恼的时候 随着作物的过程中 也会将烦恼都给整理干净 还有连我最害怕的打法器 我也都愿意接受好好学习 放下害怕的框架 努力超越自己 踊跃发心这样 所以在这边的师兄们 如果会想要好好上实体课程 听闻佛法 我都蛮愿意护持的 因为以往我会很在意 自己没有念经就没有功德 但是转革心念来想 我来帮忙法务啊 我一定要让师兄们好好专心上课 不要打乱思绪 就是会很用心的护持 那就如同 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 在课堂中好好上课 都是有一群爱做事 爱承担起承 责任的学长们一样 那没有他们 那时候没有他们的话 我也没有 也没办法好好认真上课 然后就也没办法达到 三年毕业的目标 那其实最后就是总结 就是我们要超越 超越因缘的有违法 与自然的无违法 调伏其心 心修空甲观 那诞显出我们自己的 亲近如来障 那不要落路 也不要执着两边 绝对的真理是无系论法 谢谢师傅 我分享到这里 阿弥陀佛 你这个无系论法讲的 真的是非常的生动 可以把自己的一个体会 跟例子 可以把它融入 那我们很感谢呢 其实读佛教学系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妙 因为其实佛教不是一个系 那佛教是一种生命的 一种觉悟的生命态度 还有生命之学 没想到呢 他现在有一个学科 叫做佛教学系 那我们学的呢 可能有一些学分 事实上呢 这个一个学分啊 其实就是整个行住坐卧 甚至于呢 你们就在体验 什么叫做出家 出家的生活呢 就是成就大众 不管是行住坐卧 衣食住行 都叫做发心 但是我们在把它当成 是一种学问 或者是知识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一个名词 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 自然法 或者是因缘法 其实它没有那么难 但是因为它现在变成名词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它好像是一种名相 就是佛法的名词 谁听得懂呢 其实没有人听得懂 但是呢 就是做就对了 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啊 即使在每个阶段呢 就是不同的阶段 那做同一件事情 你常常会有很不一样的体会 甚至于呢 日复一日啊 那也许做的是一个很琐碎 很简单的动作 但是随着自己的 这个每天的状态 有做不一样的一种历练 那会有不同的体会 那所以就像金刚经呢 因为最近呢 我们在做金刚经的结集 也在做金刚经的这个书呢 想要把它变成文字 那所以呢 就再重新回头去看这个 金刚经的第一分 在第一分里面啊 二十四尊时时 左一尺薄入 四位大臣起食 那佛陀在第一分呢 就讲了一个吃饭这件事情 吃饭吃了几年会开悟呢 金刚经发生的时间 是在佛陀开始说法的第二十二年 佛陀一辈子啊 四十九年的讲经说法 那他在二十二年的时候 说了金刚经 表示呢 他每天去突破这件事情呢 已经发生了不止二十二年 但是他还是在这个 实相的教法当中 甚至于金刚智慧的这个视线当中呢 做了一个最简单的示范 就是该吃饭的时候就去吃饭了 而且吃的呢 干干净净清清楚楚 还至本处 该做什么 就是次第井然的做 那什么叫做真实的自己呢 我们每天呢 也不过就是穿衣吃饭 但是呢 我们总是啊 会忽略这个很平常的工作 好 那也许我们在佛教学系里面 学的就是穿衣吃饭 但是呢 如果只有穿衣吃饭 就很难让人家觉得它是一个学问 所以呢 就用很多的课本 经典 乃至于很多的法物 来包装 让大家练习 什么叫做开开心心的穿衣吃饭 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其实到最后呢 归根结底 就是人跟人的相处 我们跟众生的一个互动 所以呢 在众生 大家在不同的类别 不同的属性 不同的习气当中呢 在相处上就会产生一些 人我之别 而产生的烦恼 跟冲突 但是如果回归到平常 吵架吵到累了 每一个人都还是要吃饭 还是要穿衣 还是要睡觉 只是穿的衣服 吃的饭 睡觉的品质 睡的床 都不同 但是这些不同呢 都一样 一样什么 一样在展现我们生命的样态 所以呢 你要讲最自然的 就是这么平常的东西 就是这么琐碎 但是呢 却蕴含无上的妙法 那谢谢孟婷 来跟大众分享 我相信呢 这个佛教学习啊 毕业的最好的出路 就是在道场发行 那的确是非常的好的一个学系 也给师傅一个很好的idea 我们要去那边来业界 就是请他们无缝接轨 毕业就来这边实习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培训人才的先修班 谢谢 谢谢孟婷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来分享 师傅 我是永东 我来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请师傅指证 因缘法 自然法 是佛陀分析这世间一切现象的两个名词 能够找出原因的 那就称为因缘 找不出原因的 它本来就是如此 但是若因缘自然两边都不对 世间之法 是忘心所限的问题 是忘心所限的事件 是忘心所限的事件的事件 之前学佛都说要出离 要出离 现在离 离 根和 拒飞 所以用 见 闻 觉知的方式 是找不到 如来藏性的 所以 别浪费时间 找 只要发菩提心 手之不动 一百千节 让它自然出现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菩提心呢 如果前 刚刚前面有说 菩提心生 然后 生灭心灭 但是这个 菩提心生 这个生 它也是生灭心 但是如果这个生呢 变成是 生起的生 菩提心生 然后 这个 生灭心灭 那这样子看起来 是不是会比较 贴近事实 这是我的分享 请师傅指正 我们其实 要讲这个生的时候 很容易会产生 一个观念 就是它是无中生有 所以就会用生 这个字来用 那如果我们要讲 就是 用生比较容易误会 而且容易会有 不同的解释 所以通常呢 我们要讲 这个菩提心呢 就会讲 这个叫 现前 决性现前 在十地菩萨的修正当中 从出地到 十地 在这个 第八地的时候 叫不动地 那不动地 在不动地之前呢 叫做远行地 远行地之前呢 叫做现前地 那其实如果对应 般若 般若密 的话呢 其实般若 他不是 修出一个般若 而是般若 现前 所以菩提心 现 可是现呢 又感觉呢 好像没有那么厉害 就是 我们常常就讲说 决性现前 但是 其实菩提心 本来就具足 只是他没有那么的明显 怎么样不明显 因为那个生面心 把他给掩盖住了 所以就像一个人呢 这野若达多啊 他其实是正常人 这是因为呢 他突然在那边 那个地方大呼小叫 惊慌恐怖 他本来呢 是很美的 很帅的 很好看 结果呢 是一个疯子 这个疯子啊 就会掩盖了 他的庄严 那我们也是 容易是这样子 其实他没有 发工 只是我们在某一些时候 失去了自己的 自我的决心 就很容易会这样 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点 这个味道 所以我们在讲呢 其实你说 要让自己的心 一直保持 亿万年 什么叫保持 其实在这个维持的过程 他会有无数的失败 我们要让决心现前 很多人呢 都喜欢这样 一次到位 但是问题是呢 我们过去啊 一直都是在一个 生灭生灭的状态 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随波逐流 如果环境呢 比较顺利 我就比较快乐 但是如果环境 不如己意呢 也许呢 就很容易起烦恼心 但是事实上呢 在烦恼的时候啊 我们的决心也是在 只是你感觉 好像被这个烦恼蒙蔽 所以我们总是会觉得 修行很难 我要一直是不沾锅的 一直是不要被沾住的 不会被缠绕了 所以要维持那个清静 维持那个干净 就要好像费尽的千辛万苦 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有时候 把这个修行 想得太复杂 这个复杂呢 就是好像要维持到 亿万年呢 都不动 才叫做有定力 事实上呢 因为我们要知道哦 在这个修行的心当中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在生灭 乃至于你现在 已经成就了 像佛陀啊 他也来收获世界 八千多次 来来回来回来来回回 他也是很忙啊 那这么忙 他为什么 他说不生不灭呢 不来不去呢 那表示啊 我们一般认为的生灭 还是在把生灭压下去 才会得到不生不灭的 这种相对的角度 因此呢 我们要维持一个 不生不灭的时候啊 就会适着让他 菩提心生 就是生起 那其实不用生起 不用生起 他就是在 他一直在 不管你现在是生灭的 还是不生灭的 是发疯的 还是不发疯的 他都在 那既然都在的话呢 你只要知道他都在 那也不妨碍呢 哎 那个有人疯疯癫癫 你就陪着他一起疯疯癫癫 但是你知道 你自己在 那么就像佛陀这样 他也跟着我们一样啊 好像看起来在罗悔 他也当人家的爸爸 也当人家的儿子 也当人家的先生 也跑去呢 外道当人家的徒弟 甚至于最后他当老师 他也常常呢 遇到了很多的敌人 也有很多的朋友 可是呢 他就是 都非常的清楚知道 他在 决心在 他是佛陀 他是一个决者 那么我们自己啊 也是可以这样子来学习 我们不管现在是什么状态 出家也好 在家也好 已经修行修很多年也好 刚刚开始来学习也好 年轻也好 老也好 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 那么 就是一种 一念万年的概念 那这样子呢 修行就没有那么困难 因为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在 那么 我们就不会啊 觉得好像这个是 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好 谢谢永东的分享 讲得非常的好 反正师傅开示 谢谢 谢谢